在电视剧《父母爱情》中,江德福给人的感觉是诚实正义,有情有义,这是大多数人对江德福的印象,可是仔细想想,其实江德福也是有缺点的,江德福性格中潜藏着属于一个人正常有的自私和冷漠,就说他对老战友老丁吧,老丁跟江德福来说,是好战友,是生死兄弟,也是置信好友,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,老丁就是江德福的狗头军师,虽然经常会出一些馊主意,江德福大多都没有 但是一点不影响两个人的交情,可能大多数人不理解,这种从战火年代过来的兄弟情,那是过命的交情,很多时候是剩余血亲的,可是江德福对老丁到底如何呢? 咆哮一别,两人十几年没有见面,这个从孩子们的年龄上就可以判断出来,十几年后老丁被调往松山岛任职,江德福亲自带着全家来码头借船,我们看到,此时的老丁是有些沧桑的感觉的,身体单薄, 神情里面也透着沮丧,江德福一见到这样的老丁,显然是有些懵的,故作玩笑才慢慢让气氛缓和了下来 后来江德华又问老丁,王秀娥呢?才知道王秀娥因为难产已经过世好多年了,这些说明了什么?说明这十几年,江德福几乎没有跟老丁联系过,所以不知道旧有的状况 连老丁在泡校栽了多大跟头,死了老婆这么大的事情,都是见面后才知道 可见这十几年,两人几乎就没有联系过,如果说海岛交通不便可以理解,但是连个电话或者信件都不能通吗? 显然是不可能的,除此以外,还有从校长夫妇,要说江德福和安杰的幸福生活,绝对离不开从校长夫妇的促成 当初要不是从校长夫妇的撮合,安杰和江德福很难走到一起 从校长夫妇不仅是他们的大媒人,而且还是安杰和江德福夫妇的老领导 从校长对江德福十分弃重,而杨树记在医院也护过安杰多次 这样的恩情,怎么能说断就断呢? 可是从江德福退休后故地重游,去探望从校长夫妇来看 几十年间也从来没有联系过 江德福看到颜面,白发苍苍神志不清的老领导 内心也许也是难受的吧 所以说江德福这个人很好,但是也有属于人的缺点 他骨子里有冷漠和自私的一面 当然这不是批判他的理由 人无完人,金无足翅吗 江德福把自己所有的经历都放在了事业和家庭上 他的人生重心从来就只有这两样 所以才会那么多年不联系老战友和老领导吧 我看你这么多年不联系老战友和老领导